跑到這邊 它每個都跑 好像不對對不對 按R8 發現不對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把這些 它其實可以幫 可以馬上把它修改 Delete 掉 不過好像忘了把那個 就是制定功能這邊開發人員把它打開 然後讓它開發人員部分的話 再切回來 那再來程式可以讓它倒車 怎麼倒車呢 這邊不會有鍵頭對不對 往上拉 它可以重跑 OK 所以VBA在這個地方還蠻方便的 比其他的語言還蠻方便 可以倒車 其他語言幾乎沒有這個功能 那我那要怎麼改 其實重點就是這個 第一次輸出 輸出的時候 它應該是A 第二次輸出變B 第三次變C 一直到N 那我這邊我有個想法 乾脆 所以我可以在上面先產生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的名稱 又叫COL 這個隨便取的一個名稱 等於 什麼呢 雙引號 那我就在這邊打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OK 那位置剛好是1234到12 不過呢我們將來 因為這個回圈剛好它的 J 的話剛好 它的位置 是在 從2開始 所以以後如果要抓剛好 我們乾脆 A 這個位置 如果把它跑在第二個的話 那 B 跑在第三個 那就直接 對應的是追就可以了 所以也許我一個偷籃 乾脆前面再補一個A好了 就沒有意義的啦 反正我第二個字是A 第三個字是B 第四個是一次類推 也就是說剛好可以配合什麼 我將來 當我第二籃的時候 是剛好把A抓過來 那A怎麼抓過來 之前呢 我們本 我們改前是改這個啦 把它 雙引號雙引號移到中間 AND nd移到 放個I嘛 那現在不是改這個 列一列是第二列 改要改這個 A 藍對不對 變 B 藍 啊怎麼改 特別注意哦 關鍵的地方 一樣哦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 兩個 移到中間 然後呢 本來我們是放I嘛 這個時候呢 你把它改成去放J OK 那一樣把它空白一下 OK 因為我們這邊是J嘛 但是問題來了哦 J現在如果第一個2過來 22不對啊 應該是A2才對 可是我要怎麼能夠讓它變A2呢 特別注意哦 我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怎麼樣 用 把這個字串裡面的第二個字 抓過來就好 這個字 這個字串裡面怎麼抓過來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函數哦 我先前面空格一下 打一個MID MID MID應該各位有印象哦 MID 挖湖 他會問你說哎 你有沒有一個字串啊 有 字串在這裡 所以打一個COL 我剛好就把J放進來 有沒有 第J一個字 那就剛好第二個字嘛 然後後面斗點 他會問你第三個問題 Lex幾個字 一個字 後果阿虎 這樣的話哦 我們就可以解決剛剛的問題了 看得懂意思吧 意思就是說哦 我當他為2的時候 那我就把第二個字搬到這邊來 所以把A 那用什麼 用MID的這個 有沒有 把A2串在一起 那這個時候輸出的話 那就是A2 那 下一個Nex J變3嘛 3的話剛好 有沒有 這個第幾個字 第三個字變B 把B放過來了 再來不就變第4 一時類推 一直到L為止 這樣應該可以理解吧 OK 所以我大概就想了這個簡單的招 OK 我把重點提示一下 所以以後 如果要把那個 藍的 藍的數量變成藍的ABCD的名稱的話 大概用這一招就OK了 這個也是我想出來的 應該沒有更簡單的 你可以去找找看 如果更簡單請你告訴我 我當然會很感謝你 我看應該沒有 因為我這裡是 我把他想 怎麼可以搞定這個問題 當然你坊間書籍他不是這樣寫 他寫得很複雜 不可能只有兩三行 一定是寫一大串 不信的話 你們自己去坊間去翻VBA書籍的 有沒有 那個 書店一堆 至少十幾本 OK 你就隨便翻一本 寫了一本 筆一本還複雜 還困難 沒有怎麼簡單的 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我們本來這邊是A A2對不對 那我為了要取ABCD 我這上面加一個名字 特別是要把A怎麼樣 算號兩個 一樣 跟之前一樣 END兩個 只是如果把這邊放J而已 中間加空白 那為了說要切第幾個的話 我就這邊加一個MID 錢瓜糊 跟他講說上面的字串 然後豆點 第幾個呢 第J一個 要幾個要一個 OK 好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程式就寫完了 好 看看好不好 OK呢 好 那我們按RU8 驗證一下 這個時候呢 COL J目前是2 那2放過來 放過來之後 當然你可以選舉他優標放上去 他有時候 他會告訴你說你這邊的話呢 結果是多少 如果沒有出現的話 當然你另外你可以 我們來看一下 按RU8 這個沒有問題 下一個的話呢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 這邊變B了 有沒有 OK 那一時類推 其他部分的話 我就一個一個的 把它輸出了 有沒有 5月6月 7月8月9月 10月 再來12月 OK 大功告成跳離了 OK了 沒有問題的 所以每個月第一天就這樣產生 那再來的話呢 每個月的其他天數 其他天數的話 我一樣是用什麼 用丟公式的 假設啦 因為我其實本來我是用VBA 另外寫 後來我發現 乾脆如果可以丟公式的話 那不是可以變簡單一些 那我要怎麼樣把這個公式 一樣怎麼樣 丟到這個底下 那怎麼丟呢 從左到右 反正全部丟完就OK了 因為你會發現 這裡面其實每一個 每一個 包含這個也有公式 每個都有公式 那只是說你要找到規則 什麼規則呢 你會發現 他往下 是列有沒有 2 變3 3變4 往下是列增加 那往右的話呢 是A變B B變C 有沒有 所以我只要把這個規則 找到 然後呢 把I跟追放進去 那我就可以把程式寫出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因為這一招其實可以把它學起來 以後的話 你要一鍵完成 報表就非常簡單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剛剛寫的這一段程式 雲端上其實也有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白板裡面 然後往下找一下 應該是 在這裡 這個是格式化子期 剛剛講的 還原 這個是清除 年曆其實完整是這樣 我剛剛那一段 就是這裡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如果你不太清楚 沒關係 你先把它貼 貼把那一段刪掉 我自己衝打一下 OK OK